網上戰鬥中讓我們一起來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聚 今天開始我們先來關心到以哈衝突 有沒有可能多點開花 讓整個中東變成一個炮火連天的地方嗎 這件事情讓大家都非常擔心 尤其在過去幾天 整個情勢又有更多新的發展 我們先來看到以色列的北部 梅隆空軍基地是受到了攻擊 而且這個空軍基地本身非常的敏感 第一個他當然是個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還有他專門監控北部的威脅 說到以色列北部 大家會直覺想到的就是黎巴嫩 而到底誰攻擊這個空軍基地呢 就跟黎巴嫩的真主黨是有關係的 真主黨領袖也出來承認 他說他發射了40多枚的火箭彈還有導彈 對以色列軍隊上個星期 在黎巴嫩首都打死哈馬斯的 二把手的一個當作回應 一個這樣子的情況 不過這件事當然讓以色列 還是非常不滿 以色列的國防部長就說了 以色列其實也已經準備好了 應對北部戰線制定了一套 綜合性的軍事計畫 而且目前是看情況 在決定要不要擴大行動範圍 不過或許大家會覺得說 整個中東的局勢越來越詭證 而且似乎這個戰火有多點開花的可能 但是真主黨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這樣重要的關鍵 還是跟加薩的戰事是有關係的 他們希望可以解放以色列 佔領加薩地區的土地 如果容許以色列達成這個 在加薩的軍事目標的話 很有可能黎巴嫩就會變成下一個目標 等於說有一點點純亡止寒的意味 不過回到這個加薩地區 相信大家從過去幾個月看到現在 都會認為說在這邊的情勢 依舊是非常嚴峻 尤其如果我們從時間點來算的話 整個伊哈衝突已經來到了三個月了 而最新有一個漢事 就在約旦河的西岸傳出來 就是以色列的軍隊 無預警的擊斃另外一輛車 四歲上面的一名 四歲的巴勒斯坦女童 警車紅藍燈閃不停 這裡是約旦河西岸和以色列邊境 根據以色列的說法 星期天一輛車朝以色列警方衝撞 警察舉槍掃射 卻誤殺另外一輛車上 一名四歲巴勒斯坦女童 以哈衝突滿三個月 悲劇不斷發生 目前以軍作戰範圍 主要在南部的 甘尤尼斯和拉法 因為北加薩已經打得差不多 趙明彈點亮加薩夜空 從天而降的還有空投傳單 用阿拉伯文告訴民眾 那些區域即將被轟炸 喊話不停戰 加薩平民死亡數繼續增加 其中至少70名巴勒斯坦記者 遭到殺害 最新又有兩名記者死亡 一位還是半島電視台 加薩分社長的兒子 這位分社長的太太 和另外一位兒子 以及孫子 上個月也在空襲中死亡 加薩人道危機根本沒緩解 以色列最大盟友 美國很尷尬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開戰後第四次中東行 在去以色列前 也只能和其他中東國家承諾 會和以色列好好溝通 TVN新聞 綜合報導 而現在在中東地區 真的用非常動盪來形容 也不為過 尤其我們剛剛提到 在黎巴嫩呢 在這邊哈馬斯的政治局的高官 就是我們說他的二把手 是被炸死的情況 而且是用非常精準的 無人機攻擊 還有呢包括在敘利亞 伊拉克 甚至呢在鴻海夜門這個區塊 其實屢屢都有一些零星的衝突出現 任何一個衝突 如果沒有辦法好好控管的話 星星之火就足以燎原 這是為什麼現在大家特別擔心說 各種戰士有沒有可能 多點開花的可能 尤其軍事專家就說了 目前一個誤判 很有可能讓整個事件失控 不過如果要來看到 整個中東地區的話 整個戰火最猛烈的地方 還是我們持續在說的 就是加薩地區 由北到南 其實炮火依舊連天 現在以色列高官 還是希望說 這些巴勒斯坦人 趕快離開加薩 但是這樣的要求 其實似乎讓國際上 很多人都覺得 並不太合理 尤其呢在從10月7號 我們剛剛提到到現在 其實差不多三個月的時間 巴勒斯坦人死傷數 已經超過了2萬2千人了 2萬2千人是什麼概念 其實就是加薩地區 一個百分點的人數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像到 其實在當地的這個悲劇 是不斷的在發生當中 而且死亡的傷亡數 也不斷的在往上飆升當中 尤其大家現在最擔心的 還是我們一再提到 哈馬斯的高官在黎巴呢 被轟炸致死的情況 特別呢 還有就是加薩地區的情勢了 以現在加薩地區來說 當然我們一開始說 這個以色列主要攻的是北部地區 後來逐漸往南 甚至呢 到了中部城市 也都屢屢的遭到攻擊 現在大家更擔心的 就是通往埃及邊界的拉法關口 也遭到了以色列軍隊的轟炸 不過 針對我們剛說的這個哈馬斯的 政治局高官被炸死的 這樣的事件 到底是誰下的手 雖然說以色列沒有正式的 對外承認 但是美國情思就顯示 的確是以色列幹的 以軍作陣深入到加薩中南部 持續開挖地道 掃蕩哈馬斯每一寸都不放過 但是戰火再次殃及無辜 衝突爆發至今快滿三個月 加薩死亡人數 都標迫兩萬兩千人 傷者逼近五萬八千人 儘管遍地鮮血 槍炮聲依舊沒停過 哈馬斯還以顏色突擊 雖然以色列不斷瞄準地道 但是哈馬斯還是透過地道運武器 變換攻擊位置 兩方在像廢墟一樣的小巷 激烈交火 儘管以軍說會在北加薩展開 更精準的行動 但是在南加薩 依舊是大範圍空襲 包含炸了哈馬斯軍火庫 以及想要埋炸藥炸以軍的哈馬斯 武裝分子 甚至連加薩多間醫院都被炸 死亡隱隱隱隱罩 加薩民眾哭到沒有眼淚 一艘法國的直升機航空母艦 暫時停靠在西奈半島北部 當作野戰醫院 治療從加薩撤出的傷患 短短一個月之內就進行超過130場 大手術 從燒燙傷到截肢都有 十歲的男童 他曾經的夢想是當足球員 但如今右小腿打著石膏 左小腿一斤解肢 就連在南部 臨近埃及的拉法都遇襲 而現在衝突 還可能更升級 哈馬斯政治局副主席 也就是相當於哈馬斯第二把交椅 艾魯里在黎巴嫩的公寓遇襲 包含他在內共六人死亡 只見公寓都被炸出一個大洞 還有一輛轎車被燒得焦黑 目擊者一口咬定就是以色列的攻擊 美方行資也指向以色列 但是以色列官方說什麼都不承認 官方表面上是說 奉行戰略模糊原則不能說 但是其他非現職官員就漏了線 前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 高調發表祝賀文 在他國暗殺了敵對組織領袖 以色列此舉很有可能一舉激怒真主黨和伊朗 在黎巴嫩已經替艾魯里盛大送葬 真主黨領袖還祭出最新警告 沙拉阿拉羅里被殺了 在星期日被捕捉在美兰 這就是伊朗的強制 美國官員說 伊朗是責任的 在伊朗的伊朗總統 哈薩尔納拉拉 說如果伊朗和伊朗戰爭 會有反應 他言之說會無限 眼見中東衝突又出現了新的導火線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此時出訪 七天要奔走八個國家 勢必又是一場外交映仗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來看到 這個年頭新聞也可以審查嗎 這樣的狀況發生在以色列 以色列坦承說 關於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過去好幾年的報導 都經過耶路撒冷分社的審核 而且更特別的是這個分社 本身就受到以色列國防軍的審查 CNN的發言人是怎麼說的 他是說 通過耶路撒冷分社的報導 有關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這個報導的政策 其實已經實行了好幾年了 而且也不是只有現在才發生 主要他們認為說 因為當地是存在獨特 而且特殊的差別 但是其實所謂的新聞審查 當然就會過濾掉一些 可能對自己有害或者是相對比較不利的部分 像是如果當中有些關鍵字眼 像什麼呢 戰爭罪或是種族滅絕 就被列為是這種禁語 是不能寫上去的 甚至當然內容也都會有所調整 像是這個阿拉伯美國研究所的學者就說了 以色列國防軍審查媒體的做法 是以色列恐嚇跟控制新聞的一種方式 還有作家兼學者桑尼辛格是怎麼說的 他說先方媒體不只是CNN 一直在衝突當中推動以色列的宣傳 甚至在過去三個月的戰事當中 我們或許也多多少少瞧見了 以色列在媒體上的一種操作 而現在CNN也是承認的確有一種審查機制 不過我們再來看到哈馬斯 現在當然大家很好奇說 馬上哈馬斯跟一個國家是一個處於對抗狀態 到底他們手上為什麼有這麼多武器 而現在最新的英國媒體指稱 哈馬斯手上的武器竟然是大陸製造 最新的狀況還有詳細的分析 我們交給記者劉婷婷來告訴我們 這是對您關心以哈之間的衝突 因為現在以色列也進攻到加薩之後 發現哈馬斯所持有的武器 似乎是那麼的不尋常 因為不只裝備精良 而且是有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武器 看到李斯利的軍隊就發現 他們是有95式突擊步槍 哈馬斯手上還是有87自動榴彈發射器 這個是能夠提升打擊的致命率 除此之外還有步槍的瞄準鏡 以及可以用於美式M16步槍的彈藥桶 以及軍用的通訊 這個是可以用在複雜地道內使用的 所以堪稱這個武器相當的精良 那如何哈馬斯是怎麼取得這個武器的管道呢 有跟說是不是由中國大陸直接的直送 或者是透過第三方管道 可是這個就讓以色列真的皺眉頭了 因為可以看到在過去 以色列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其實是還滿良好的 但是為何哈馬斯能夠有大量的 中國大陸製的武器呢 恐怕這個將會是接近在以色列政府高層 非常關心的重點 而且我們來看到 讓這個以色列方面會比較有一些些的疙瘩 是因為在以哈開戰之後 北京對於以色列的自我防衛的態度 是有所保留的 而且到現在為止 也沒有明確地選擇哈馬斯的暴行 所以他們就認為 現在這個大陸對於以色列 過去他們是從欣賞的態度 反而轉為反猶太的這個態度 是前所未見的 那來看到了前北約NATO的分析師就說了 大陸直送武器呢 其實不利於中東的佈局 那有沒有可能是透過 這所謂的第三方國家 現在也被點名 有沒有可能是由伊朗來購買之後 轉交給哈馬斯 這個是也是其中一個 很有可能的一個情況了 所以謝謝婷婷呢 當然我們知道 所謂的要打贏戰士 資源還有武器還是非常重要 而現在對烏克蘭來說 他們希望最多的除了有西方的援助 再次拿到手上之外 武器當然也是非常重要 但我們就來看到現在烏克蘭的最新戰士 跟俄羅斯的對抗 而現在似乎他們也抓到了俄羅斯的弱點 怎麼說呢 其實非常關鍵的就是狙擊手 一個晚上竟然擊斃了22個人是怎麼辦到的 尤其主要還是跟美國提供非常優勢的這些 夜市光學系統 讓這些烏克蘭的特種兵 可以加強夜間的攻勢有關 這個狙擊手一開始 其實就可能針對某個特定的俄羅斯軍隊 或是軍人來進行射擊製造混亂 因為很多時候比較暗的狀況之下 再加上俄羅斯本身的夜市功能 還有相關的其他的配備沒有這麼精良的狀況之下 也造成了混亂 甚至呢 這時候就在幻論當中拘殺敵軍 也讓烏克蘭獲得了非常多的優勢 而且他們鎖定目標 國內出手迅速擊斃 似乎也變成他們獲取相關勝利的一個方程式 但現在在烏東 之前我們知道有非常多焦灼 而且是一個角肉區的地區 到底最新的狀況如何 我們一起來關心 俄羅斯國家電視台發布消息表示 俄軍已經佔領了位在盾內刺客西南方 距離大約20公里的馬林卡鎮 報道指出俄軍經過激烈的戰鬥 突破烏克蘭堅固的防禦攻勢 終於完全控制住這座城鎮 從俄羅斯國家電視台播放的畫面可以看到 面積2.3公里的馬林卡在戰火中 幾乎變成一座廢墟殘破的建築根本看不出來它的原貌 道路兩旁布滿了被摧毀的軍事裝備及裝甲運兵車 在奪下控制權之後 俄軍官兵還從裝甲車的殘骸中找到大批機部槍彈 為了確認烏克蘭的殘餘部隊已經撤出城區 俄軍還操作無人機在馬林卡上空偵查 並且發射迫擊爆打掃可疑戰場 對於俄羅斯聲稱的勝利 烏克蘭軍方則是提出反駁 抨擊俄軍根本在釋放假消息 烏克蘭部隊還在行政區內 繼續為保護這座城市而戰 由於雙方各指一詞 讓馬林卡的真實情況變得扑朔迷離 就連西方的情報部門都無法證實 俄烏的說法究竟誰對誰錯 不過也有軍事專家在參考 衛星影像後研判 俄軍很可能控制了馬林卡大部分區域 因為衛星影像顯示 在馬林卡的西側還有交戰跡象 不排除是烏克蘭的防守部隊 仍然在防御攻勢的掩護下 繼續抵抗俄軍的攻勢 專家表示 如果俄軍真的完全佔領馬林卡的話 將會是俄羅斯自五月以來 地面戰中所得到的最大一次勝利 尤其在秋末初冬之際 俄軍一改之前被動防守的態勢 轉為積極在烏東進攻 由北向南分別在巴赫姆特西面 發動三條戰線的攻勢 另外則是持續將近三個月的 阿夫迪夫卡圍城戰 以及兩天前才傳出的馬林卡爭奪戰 這也顯示出 即便烏克蘭在夏季展開大反攻行動中 俄軍依舊沒有放棄這幾處戰場的經營 尤其是阿夫迪夫卡圍城戰 現在又揭露更多不為人知的細節 消息指出早在瓦格納傭兵集團 強攻巴赫姆特之前 俄軍早已經在阿夫迪夫卡 部署了倒C型包圍圈 只不過當時是採取戰略包圍的計畫 各作戰單位並沒有真正 對阿夫迪夫卡發動大規模進攻 而是在城鎮外圍從事小規模襲擾 即便在正式佔領巴赫姆特之後 原本部署在阿夫迪夫卡的俄軍 依舊不動聲色的等了將近五個月 才因為以哈衝突為機 轉移了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 讓俄軍找到執行圍城戰術的機會 不惜付出巨大的代價 和烏克蘭部隊在這座城鎮 展開一場血腥的絞殺戰 俄軍先從阿夫迪夫卡的西北側 及西南側發動前行攻勢 藉此切斷烏軍的橫向聯繫 以及後勤補給線 尤其是在西北側的戰場上 先孤立防線上的烏克蘭部隊 再各個擊破關鍵據點 西南側的俄軍部隊 則是大力前置烏軍的支援行動 同樣以猛烈的攻勢 讓這裡的部隊 無法抽出後備兵力 支援西北方的友軍 就在烏軍首尾都難以動彈的情況下 另一支從東南方向推進的俄軍部隊 會同西北及西南的友軍 開始壓縮烏克蘭的防線 迫使守軍放棄外圍的防區 只能轉進到城內試圖修築防禦攻勢 以便與俄軍抗衡 然而最新的戰況是 烏克蘭軍方高層已經決定 集結了8個旅擊部隊的40多個營 準備掩護城內剩餘的 6000名守軍脫離戰場 盡可能保障這支殘部的 大部分有生戰力 降低部隊在三陸俄軍的夾擊下 遭到全監的可能 進而重創烏東其他部隊的軍心士氣 避免官兵出現驗戰情緒 影響戰事發展 只是這項任務的難度極高 究竟能做到什麼程度 對烏克蘭軍方來說 將會是一次非常艱鉅的挑戰 不過對俄羅斯來說 其實他們現在也採用一個戰略 叫做彈海戰略 怎麼說呢 因為這幾天 其實在烏克蘭的領土上 真的可以用彈如雨下來形容 包括在12月29日俄羅斯 就發生了至少120枚的飛彈 也至少造成了14個人死亡 還有在5天的空襲當中 也造成了平民90人死421傷 當中其實飛彈的數量 還有無人機的數量 也是相當驚人 至少是500枚的飛彈 甚至到了2024年的1月2號 其實也都是有99枚的飛彈 跟35架的無人機 至少有5人死亡 數十人受傷 但是到底為什麼要採取 這麼猛烈的空襲戰略呢 的確也達到的效果 什麼效果 第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消耗防空力量 再來也要打擊士兵士氣 而且俄羅斯在今年還計劃要進行 七次的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 但我們要特別來提提供給大家資訊的 就是消耗防空力量 因為現在以烏克蘭來說 非常依賴的就是愛國者 防空系統飛彈 還有相關的防空能量 但是在這麼強度的打擊之下 似乎也讓他們的資源 消耗的特別快 尤其像愛國者防空系統飛彈來說 成本就是至少是 200到400元的美元 等於換算成台幣 可以上看1.24億 如果這麼頻繁的消耗之下 再加上整個全球 挹注到烏克蘭的資本 已經逐漸的減少的情況呢 其實都有可能讓他們無法負擔 尤其現在美國跟白宮的相關官員都說 因為這個成本真的太高了 所以很快 美國無法再提供給烏克蘭愛國者飛彈 而且全球的庫存來說 也都是逐漸的減少的態勢 不過在俄烏戰爭展開戰爭以來 其實現在他們進行到是最大規模的一次 交換戰俘的行動 人數將近有500人 不過兩國的戰士還是沒有停止的跡象 在寒冬當中空戰就變成雙方著力的目標 終於重獲自由了 白桿交集的烏克蘭戰俘 忍不住悲從中來 也面痛哭 這是俄烏自戰爭以來 雙方就交換俘虜問題達成的一次重大協議 兩國總計釋放將近500人 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換服行動 華盛頓郵報報導 這次計畫是由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官員 軍中斡旋 不斷在兩國主要負責部門 來回穿梭 終於得到正面回應 才能促成一次彰顯人道意義的工作 根據未經證實的消息指出 兩邊獲釋的人數約略相同 烏克蘭方面有248人獲准離開 俄羅斯則有230人返回家園 其中烏克蘭獲釋成員的身分比較多元 包括有軍事醫護人員 國民警衛隊員 邊防衛隊以及烏克蘭武裝部隊的 正規官士兵門 據稱這批戰俘 被囚禁的時間最短都超過半年以上 重新踏上烏克蘭的土地 這批戰俘深批國旗 自發唱起久違的國歌 臉上的表情透露出 他們內心的激動和喜悅 儘管同樣是重獲自由 然而俄羅斯戰俘相較之下 似乎還沒走出被俘虜的驚恐 反而是以嚴肅的語氣 感謝政府在這次換俘過程中提供的協助 雖然無法猜測俄羅斯戰俘內心的真實感受 但是只要戰爭一天不結束 這批才從死神手中逃過一劫的軍人 還是有可能再被俄羅斯軍方徵召 重新回到烏克蘭的戰場上 繼續打一場無法自己掌握命運 也不知道何時才會畫下句點的戰爭 即便現階段俄烏兩國的地面戰並沒有太顯著的進展 但是兩國改以長城火炮及無人機攻擊的戰術 卻是士兵們最難以預測的無情殺手 英國期刊《經濟學人》就指出 目前俄軍在烏東至少開啟了三條戰線 分別是從巴赫姆特向西面的戰鬥 還有佔領馬林卡之後的戰場打掃 以及血戰長達三個月的阿夫迪夫卡為成攻勢 都意味著這些戰區正面臨疾待補充兵員的壓力 俄軍為了遂行冬季行動的戰略目標 各作戰單位的整補工作 已經是勢在必行的首要考量 畢竟烏克蘭正面臨西方援助清皇不接的窘境 俄羅斯要是不把握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未來想要再遇到同樣的戰場條件 恐怕只會變成不切實際的原木求魚罷了 除了東部的戰事之外 俄軍也針對烏克蘭首都基輔 中部大臣蒂涅伯 南部的奧德薩 及西部的利沃夫等幾個軍工城市 或是無人機的生產重鎮 展開瘋狂的空襲行動 西方軍事專家分析 俄羅斯這麼做的目的 至少具有三大軍事及戰略意義 首先是要製造這些地區的民眾恐慌 尤其是給幾乎不再感到有戰爭威脅的基輔百姓 來一次心理正哲 重新喚起他們的恐懼感 其次是可以擴大對烏克蘭基礎設施 尤其是軍工產業的破壞 進一步打擊 澤倫斯基宣稱要提高自主軍事產能的目標 讓烏克蘭不但欠缺西方援助之外 也沒有能力自給自足 第三就是藉此消耗烏克蘭有限的防空武裝 包括愛國者飛彈 及其他歐洲國家提供的彈藥數量 一旦把烏克蘭的防空武力消耗殆盡 那麼這些地區就將成為不設防的城市 即使俄羅斯無論是派出空天軍的戰機 或是發射高超音速飛彈 甚至是運用無人機的封群戰術 都像是走進自家廚房一樣的 毫無阻礙且來去自如 如同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 扎盧茲尼在去年投書經濟學人 針對俄烏戰爭未來發展的分析 除非俄烏其中一方突然出現軍事資源 或是軍事科技的突破 否則兩國在2024年的地面戰 必然會維持在無止境的僵持和消耗中 然而這種情況卻會造成烏克蘭陷入極度不利的局面 畢竟俄羅斯無論在軍事裝備的數量 技術實力和產能上 都要比烏克蘭來得更為厚實 只要戰士繼續膠著下去 烏克蘭的確沒有和俄羅斯耗下去的本錢 然而扎盧茲尼也並非長他人志氣 滅自己威風 他在投書中也提到烏克蘭的長處 在於烏軍對無人裝備 及遠程武器的應用能力上 依舊比俄軍更佔優勢 而且烏克蘭部隊也有能力 對鄰近的俄羅斯城市發動必要的打擊 例如比爾戈羅德就是其中之一 比爾戈羅德市民的行車記錄器 正好捕捉到烏克蘭 對這座城市發起空襲的瞬間 根據俄羅斯官方的說法 烏克蘭向這座城市發射了 數十枚自製的奧爾卡飛彈 以及捷克制的吸血鬼火箭 這次空襲是兩國自開戰以來 比爾戈羅德市受到烏克蘭規模 最大一次的攻擊 至少造成140名成人及孩童傷亡 而且人數還在增加當中 對於烏克蘭的軍事反擊 俄羅斯總統普京極為震怒 大罵英美兩國煽動烏克蘭 對比爾戈羅德採取恐怖行動 而且是一次針對平民的無差別攻擊 普京更指示俄羅斯駐聯合國代表團 向安理會提出召開會議的要求 同時查明與之有關的涉案對象 並且給予嚴懲 儘管烏克蘭官方並未對這次空襲 發表談話 但是不願透露姓名的 烏軍高層人士透露 對比爾戈羅德執行攻擊 就是對俄羅斯向基輔等地發動大規模空襲的一次 有力為應 再過一個半月 俄烏戰爭就要屆滿兩年 根據半導電視台及西方媒體的觀察 進入到2024年之後 俄烏雙方可能受制於天后關係 雖然還是有零星的地面戰事發生 然而現在兩國似乎更偏好於使用遠程武器 及無人機的作戰方式 各種的原因不外是可以減少有生戰力的折損 而且作戰成本低 又能取得打擊對手的成果 還能進一步消耗敵人的防空能量 同時也可以藉此機會以戰代訓 讓部隊更加熟悉新型態的作戰技術 一旦這種模式常態化了之後 等到寒冬過去 雙方再度進入陸戰的短兵相接時 會讓作戰單位 具有更多元的戰術運用 只要比對方多一套熟練的戰鬥技能 就有機會掌握戰爭的主導權 日後的戰局變化 也就比對方多了一分勝算 再來我們來關心到美國 美國的空軍是否走下坡了嗎 因為從戰略轟炸機來看的話 似乎讓它覺得好像 似乎有一點螺絲鬆掉的意味 尤其是美國的BEB戰略轟炸機 在美國境內的墜毀世界 但是五角大廈是沒有公開原因 這個速度是非常慢的 也凸顯了美國的轟炸機部隊 是否面臨挑戰 尤其從不同機型來看的話 似乎也會覺得說 美國美軍的部分 微折力量似乎也在逐漸減弱 但是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呢 除了來看到的性能的部分 還有這供應鏈過時機體老舊 還有維修成本也逐漸高漲 也讓他們不得不把這種 三種的戰略轟炸機 隱形轟炸機給淘汰掉 是否也讓美國的空軍出現了問題 但是我們說到螺絲鬆了 或許在人的部分上 螺絲還真的鬆了 因為美國的國防部長Austin 因為生病住進了家戶病房 但是拜登是過了好久才知道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住進家戶 病房消息週五曝光 只不過令外界震驚的是 奧斯丁保密到家 住用五天居然連白宮都不知道 原旦當天奧斯丁還有和總統拜登通話 隔天副房長接手部分職務 直到週四消息走漏 拜登才知情 五角大廈甚至拖到週五 才告知社會大眾 國防最高層級官員消失 副手該接手都被蒙在鼓裡 美國軍權大唱空城劑 引發政壇強烈抨擊 但奧斯丁強調沒有失職 究竟奧斯丁是什麼病因住院還是沒有對外清楚交代 執政黨一直出包 最大對手川普又開始煽動支持者情緒 美國國會暴動借滿三週年 將近一千三百人涉嫌煽動叛亂遭逮捕 川普堅稱支持者被當作人質關押 呼籲拜登釋放這些人質 TVB的新聞看到 不過看來這麼多戰亂 包括是以哈衝突 還有之前的俄乌戰爭 都讓大家特別的擔心 尤其2024年新加坡學者就說了 會是台灣的高危險年 更多的分析交給婷婷來告訴我們 他剩下不到一個星期就要投票選舉了 也引發了全球的學界非常關心 來看到新加坡知名的國際關係學者 同時他過去曾經是新加坡常駐聯合國大使 也是李光耀政策學院的院長馬凱碩 就投出聯合早報的撰文 他點名說其實在接下來有沒有可能出現一個斷層線的危險年呢 他說在2022年發生了俄乌戰爭 2023年有一巴衝突 2024有沒有可能是台海的爆發衝突點的時機呢 他說其實2024年他認為是台灣的高危險年 最危險的中心地帶呢就在台海這一帶了 而且呢他說有沒有可能是直接讓美中來直接衝突的 而對於2024台灣大選的分析 他認為說呢其實很多台灣人都是希望可以維持現狀的 但是呢他覺得很吊詭的事 還是有一些部分的人希望可以投給一個很鮮明的台獨人選 這樣子呢反而會影響到台灣未來的自主權 所以呢他認為說其實對於這次的選舉呢 當然呢還是要密切的來關心的 而且他說另外一個更危險的選舉 可能就是要放眼在2024的美國首項大選呢 來看到川普呢希望可以來挑戰拜登 他說呢如果川普再掌權的話呢 恐怕會讓整個全球局勢 而且尤其呢在台海這一塊呢是更難以預測的 所以他就說啊雖然一些台灣人誤認為說 獲得了美國的強勁支持 但是呢到頭來地緣政治中的棋子 總是會被犧牲的 TVBS的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文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